张氏非常客气地送走了他 连烟侠也出去了 车厢里只剩下张氏祖孙三人 赵伟还在昏睡中 赵秀小声地对张氏说 方才王爷叫了我过去 问我昨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跟王爷说了 张氏神色一令 拉过孙女的手 好孩子 你老是跟我说 这么一夜不见 你忽然凌厉了起来 关于这一点 赵秀早已想好了应对之法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昨儿刮风下雨的时候 我跟奶娘待在仓房里 迷迷糊糊的好像睡着了 然后就看见了祖父 张氏眉头一皱 胡说 你怎会看见他 此不与怪力乱神 这是真的 赵秀努力睁大一双真诚的双眼 祖父不就在前头伯父船上吗 跟我们离得其实也不远 他为什么不能过来瞧我们呢 祖父他就跟以前一样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一身的黑底绣红纹的衣袍 说话声音很大 这是刚刚从广平王小柿子那里听来的 现炒现卖 但张氏一听 眼圈就红了 那正是老郡公生前最典型的形象 他以为是孙女太过想念老郡公 才会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不由得哽咽了 是吗 你真瞧见你祖父了 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祖父叫我快跑呢 他说传进水了 张氏听得正伤心 忽然顿住 你祖父跟你说传进水了 赵秀点点头 可是我听不懂 又想念祖父 伸手想让他抱抱我 祖父的手一碰到我 就从我身上穿了过去 根本没法把我抱起来 他就叹气说 只有小孩子能看见他 他本想去找哥哥的 哥哥能明白他的话 但哥哥醒着呢 没办法 他只好来找我了 可要是我听不懂他的话 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再不跑 就真的跑不掉了 他说完 大力拍了我的头一下 我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后 我觉得脑子里 好像多了些什么 想事情也明白了许多 张师隐隐猎猜到了 郡公爷对孙女做了什么 忙问 那后来呢 后来奶娘听到祖母找春藏 就抱着我去叫人 却看到有歹人 带刀从底舱跑出来 我们藏起来看着他离开 踩到底舱去的 赵秀有些黯然地低下头 我看到船底淹了水 春草也死了 才向明白了祖父的话 所以拼命地达声叫喊 告诉祖母和父亲 母亲要快点逃走 张师想起当时的情形 眼泪又冒了出来 紧紧地抱住孙女哭道 好孩子 这是你祖父在天有灵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赵九 拭目杀地 才会赶来示警的 只可惜 天不从人愿 只有我们安然逃出 眼下也不知道 你爹娘何在 是否还存活于世 他哭得十分的伤心 赵秀只能用一双小手 不停地轻拍他背部 以示安抚 想想生死不明的新父母 他也很难过 他为什么这般的命苦 失去了双亲 做了一年的孤儿 穿到这不明朝带来 以为又拥有父母了 还添了祖母和哥哥 结果转眼间 亲人又遭遇了不测 难道他注定没有父母缘分吗 赵伟动了动 似乎苏醒了 赵秀连忙叫张氏 祖母 哥哥好像醒了 张氏连忙收了泪 转身去看孙子 果然发现他睁开了双眼 但他只是虚弱地叫了声娘 就又昏迷了过去 张氏急得连声唤他 赵秀连忙掀了帘子 喊烟霞 请他把那位太医请过来 江太医过来 替赵伟诊了脉 表示 醒了就好 小公子风寒入体 身子虚弱 才会再度地昏厥 待我再开芳 吃了药就好了 张氏连声道谢 又抱着小孙子 暗自掉泪 若是儿子真有不测 赵伟便是他们 小二房的独妙妙了 若有万一 叫他如何是好 营地外围忽然起了骚动 不一会儿 本来跟着江太医 去熬药的烟霞 欣喜地来报 救上来一个人 是个女子 还有气呢 张氏与赵秀大喜 不知这救上来的 会是谁 被救的是秋叶 张氏在烟霞的搀扶下 走下马车 急忙迎上刚回来的 广平王护卫们 马上就认出 扶在一名二十出头的 年轻瘦高护卫背上 浑身湿透的女子 正是她失去 踪影已久的大丫鬟 秋叶 春草秋叶 都是张氏身边 得用的一等大丫头 除了她俩 还有两个 只是老郡公去世后 小掌房势头大涨 她这一戏 却被迫迁到了旧园子里 那两个心思活络的大丫头 就借机换了差事 张氏想着 横竖留得住人 也留不住心 也懒得与他们计较 只是更信赖 留下来的春草与秋叶了 跟从外头买来的秋叶相比 春草是家生子 家人又大多在张氏与赵卓身边做事 本人也灵力能干 因此更受重用些 秋叶素来是个老实性子 沉默寡言 不爱出风头 也就更容易被忽视了 张氏直到沉船御旧之后 才赫然发觉 过去实在是太过忽略秋叶了 原来他在危难来临之际 是那么的忠诚可靠 秋叶能平安获救 张氏心里着实高兴 他非常郑重地告知广平王府助人 秋叶不但是他身边得用的大丫头 还是他和孙子的救命恩人 明明已经筋疲力尽了 还坚持回头寻找赵卓夫妻 才会失踪的 请他们一定要救他 广平王夫妇听说秋叶是位忠仆 也肃然起敬 亲自命江太医为秋叶诊治 秋叶没有大碍 据说他是历劫后支撑不住 被河水冲到滩土边上 才昏迷过去的 因为正好卡在几块石头之间 所以王府的护卫第一次搜索时 没能发现他 直到那位背他回来的护卫 无意中站上高处眺望四周 才看见了他 立刻救了下来 若是再晚些 兴许河水涨潮 就把他淹没了 到时候真是神仙难救 烟霞替秋叶换了干净的衣裳 安置在一处帐篷里 张氏陪在他身边 见他面色清白迟迟不行 心中也十分的焦急 江太医便下了针 让秋叶暂时醒了一会儿 他看到张氏 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夫人 我没能救回二老爷和二太太 对不住 张氏的眼泪一下子便涌出来 哽咽道 好孩子 你辛苦了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他颤抖着手 轻轻抚摸秋叶的脸颊 好声歇着吧 我身边往后还缺不得你呢 秋叶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 又在昏睡过去 赵秀一直待在马车里 守着小哥哥赵伟 他听说有人遇救的消息 也很想知道是谁 可惜祖母不肯带上他 过后有消息传来 说救上来的是个叫秋叶的丫头 他也有些高兴 回想昨晚上的情形 秋叶显然年轻力壮 水性又好 虽然来来回回的救人 非常的辛劳 但活下来的可能性也更大 只是秋叶欲救 不知奶娘珍珠嫂又如何了 珍珠嫂原本不识水性 昨晚上突击学了一点 拔着一块木板 倒也在河面上支撑了很久 赵秀只看到他被建南侯船上的仆役 用船桨敲打后沉入水底 但是黑灯瞎火的 也许他也有希望获救呢 毕竟他当时离岸边还算近 不是吗 倒是至今下落不明的便宜爹娘 昭秀的想法比较悲观 且不说爹爹赵卓 当时病得手软脚软 连游泳的力气都不知道有没有 杨秦米氏更是不安水性 也不知有没有哪个汇水的仆妇 能救他一把 但当时他是抱着小哥哥赵伟落水的 想必母子俩也在一处 秋叶救起赵伟送到祖母身边 应该不会看不到他吧 当时未救也没有提起 莫非是已经沉入了水底 赵秀心里越想越难过 忽然听得小哥哥低声的身影 忙凑过去看 却发现他只是在梦中呢喃几句 马上又睡过去了 他伸出一双小手 替他噎了噎被子 便坐在一旁重新开始发呆 不一会儿 烟霞掺着张氏上了马车 赵秀忙帮着掀起帘子 见张氏双目紧闭 行动间带着虚弱 似乎随时都要晕过去的模样 立时担心起来 祖母 你怎么了 张氏颓然地坐倒 便一直闭目流泪不语 赵秀见状更加地担心 烟霞在旁小声地安慰说 不是 老夫人瞧过秋叶姐姐 在为她担心呢 不过江太医说 秋叶姐姐无事 只是历劫二爷 赵秀这才稍稍放心了些 她小心地挨近了祖母 见对方没有阻止 便轻轻地靠了过去 张氏眼皮子微动 搂住了孙女小小的身子 越揽越紧 眼泪再一次垂落下来 此时 救回秋叶的护卫 再向广平王复命 在贪图上发现了两人 一个就是那位姑娘 另一个确实 赵老俊公的次子 炒猪 已经弃绝多时了 广平王立时坐起身 确实是他吗 你没认错 那护卫摇摇头 老俊公办丧事实 皇上带领朱皇子亲去吊咽 殿下当时带着的人里 就有属下 属下是亲眼见过 赵家二老爷的 虽瞧着比那时销瘦了些 但长相却绝不会弄错 看那情形 应是那位姑娘 带着赵二老爷的尸首 想要游上岸 却实在支持不住了 被浪冲上了贪图 那里离沉船只有离许 倒是跟剑南侯一行停船的地方 相距甚进 幸好他们主仆 是被冲到石堆后 遮住了身影 否则也是难逃毒手 光平王沉默不语 贱南侯的船队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据说是要赶路回乡 甚至不等那两个奉命灭口的仆役回去复命 只留下几个人 可这种事要怎么上后 整整一艘船的人都不见了 上头包括他的继母 兄弟 弟媳 侄儿 侄女 其一众的家仆奴婢 他要如何解释他们的去向 剑南侯赵炯炯 比他想象的还要更愚蠢一些 一直在旁安静倾听的广平王妃 柔声地劝他 事到如今 还是先让人收敛遇难之人的遗体吧 不管剑南侯做了什么 王爷只管禀告皇上 交由皇上才多 事关赵老郡公子嗣 皇上自会公平处置的 广平王叹了口气 唉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赵卓已死 他唯一的儿子 只有五岁大 目前还病着 昏迷不醒 若有个万一 赵炯这一只 就成了赵老郡公唯一的后死 即使赵炯犯下滔天大罪 皇妇想必也会网开一面的 这么一想 广平王心里 就忍不住为张氏母子叫屈 他嘱咐王妃 此事战妾不要告诉老夫人 等她身子好些 再缓缓地告诉她 别让她老人家太过伤心 两个孩子那里 王妃也多费点心 广平王妃笑着硬了 王妍放心 江太医说了 老夫人和赵小公子 只要好生养着 慢慢就会好的 倒是她家小孙女 活蹦乱跳的 击灵着呢 她与我们真儿相处得极好 就让两个孩子一处作伴吧 也能让孩子 少见丧亲之苦 广平王点了点头 吩咐属下 尽可能打捞 所有的遇难之人的尸首 还有 把贱男侯府留下来 善后的几个人 统统给我抓过来 赵炯留下来七个人 为首的就是大管家汪四平 他带着四名男仆和两个婆子 负责善后事宜 也就是收敛尸首 然后把死去的张氏 赵卓 米氏等人 送回老家奉贤 剩下的仆从尸首 就地安葬 至于先前派出去负责灭口的人 则在回来奉命后 一起安排到侯府 在山东境内的田庄 去躲避一阵 待风声过后 再返回京中当差 他们如今的位置 是在山东林青的柳林镇以北 侯府的田庄在高唐县 与林青相邻 距离不远 马车来回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广平王的护卫 拿下汪四平的时候 他已经让手下两名仆役 驾着车运送几具家生壁仆尸首 往田庄去了 虽说侯爷吩咐过 死去的仆役一律就地安葬 但汪四平念及他们当中 有不少人都是家生壁仆 或有亲友仍在府里当差的 算是有名有姓有来历 就这么草草安葬了 未免太过无情 若叫他们亲友知道 都是主人家身边侍候的人 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就算不敢埋怨主人 他这个大管家 也要叫人恨死了 倒不如全都运到田庄下葬 日后他们的亲友想要拜计 也有地方可去 汪四平嘱咐了他们早去早回 自己就暂时留下来 等手下找到了张氏赵卓他们的尸首 再追上大部队 汪四平不知道 这一时的善念 竟然救下了他的性命 他被人抓到广平王面前时 就已经懵了 他是建南侯府的大管家 眼力不同于寻常人 况且郡公也沮丧时 皇帝亲临吊艳 他是在灵堂里侍候的 自然认得广平王 这位深受皇帝宠爱的皇子 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 侯爷要坏事了 紧接着 张氏在丫鬟的搀扶下 步入帐中 他更是像见了鬼一般 整个人瘫倒在地 不过他也是见惯世面的人了 很快就选择了 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 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都说了出来 不过他也是 秦架的监制 但我经许多恨之后